霍乱个案是在北部20多岁的男性 而且他在发病前疑似有生食海鲜 这名个案是在6月底的时候出现了上腹脚痛 而且一天水便超过有15次 就医之后因为粪便培养出疑似菌株 最后检验确认是感染病毒性霍乱胡菌 调查个案的近期他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 那么研判是本土病例 而在发病之前他曾经生食生鱼片生蚝 而实际感染来源现在还需要进一步的做调查